接下来带大家去海南万宁的 新龙热带植物园里逛一逛 这个植物园啊 可是名副其实的热带植物百科全书 园内收集保存热带亚热带植物种质 三千两百多种 其中啊 能吃的 好吃的植物可就不少呢 这是可可 因为它的果子是制作巧克力 功能饮料 糖果的重要原料 所以也被称作巧克力树 看我身后这一颗啊 已经结了果的 这个就是可可果了 那这个可可果它全都长在了枝干上 而且摸上去质地呢 还是挺硬的 现在这个果的颜色啊 是绿色 根据它的品种不同 还有红色的可可果 但是不管是红色还是绿色 它们都是没有成熟的 成熟了之后 它们会变成黄色 这个时候才可以采摘下来 制作巧克力 可可原产于南美洲的热带雨林 在海南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 如今 它作为海南特色热带农产品 衍生出的巧克力制作体验 和巧克力产品 也深受游客喜爱 我现在呢 正在进行的就是体验 制作巧克力的过程 那巧克力制作啊 首先要从我们的这个 成熟的可可果当中 剖开 取出可可豆 再经过一系列的发酵 烘焙之后 会形成这样的可可豆 去的皮之后 就是我手中这个样子了 再把它放入到我们的这个模具中 进行反复的研磨 这个过程就是最传统 最古老的制作巧克力的方式了 看我模具当中的巧克力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还有很多新的工艺和手法 就可以分解 萃取出像这样子的可可粉 以及可可汁 除了巧克力树 在兴隆热带植物园里 还生长着另一种能吃的树 面包树 您相信吗 树上也能长面包 这里呢 种植的这种植物啊 叫做面包树 那面包树结的果子 叫做面包果 面包果长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套着袋子的 绿绿的圆圆的 那这个果实就叫做面包果 那它叫面包果 它能不能吃呢 它的味道怎么样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为我们科普讲解一下 它可以算是用水果 更主要的还是 严格算是用粮食 一种木本的粮食 当中带有这个淀粉 除了可以用来 蒸煮烘烤食用之外 它成熟面包果呢 也可以直接食用 吃的时候会能感觉到 一股特别香的 一种麦子香味 一种那种香蕉的香味 口感极其不错 面包树是典型的 热带木本粮食作物 由长面包的树之称 它原产于南太平洋 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 目前在我国海南 广东 台湾等地都有引重栽培 在海南 面包果通常都是煎着吃的 把削皮厚的面包果切片 放少量油 煎至表面金黄即可 里面包含了